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是这样啊 各位领 请问 常委会在哪开 在第二会议室 这是第一会议室 第二会议室在哪 您再往前走 谢谢 同志 请问你是 各位领导好 我叫李娜 请各位领导 看一下第二版的设评 和题目为 下岗创业路遭遇艰辛 渴望各界知识的报道 这位女同志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这是常委会吗 是 没错 那就没错 在各位领导看报道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就是我的男朋友 他是一个可以牺牲自己照顾别人的人 他是一个讲承诺重信义的人 他是一个 用伟人的话说 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位女同志一定是走错门了 那好 我就不多说了 我站在这儿 等各位领导把文章和设评看完 小娜 你干什么呀 别胡闹 快走快走 快走啊 碧阿姨 大家都在看报纸呢 陈书记 对不起啊 各位领导 对不起对不起啊 我马上把报纸收起来 各位领导请继续开会啊 对不起 小婢 不要着急 让大家把这个报纸看完 说实话 今天我们这个议题啊 就是和这个报纸的标题 有着直接关系 各位啊 今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正讨论着下岗职工再就业这个问题 这不 这就来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我看这样吧 咱们暂停一会儿 让大家把这个报纸看完 也学习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继续开会 这位小同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娜 李娜 这样吧 你先到对面的休息室啊 等一会儿好不好 好 好好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快走啊 你快进来 我说李娜呀 你是不是疯了呀 这是什么场合 什么会议啊 你还让不让我在这工作了 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 我 碧阿姨 您听我说 我什么都不听 我什么都不听 你赶紧走 越快越好 可是书记让我等着 就是那个做上手 带头讲话的 应该是书记吧 我跟你讲 人家让你等的是客气 你还当真了 你快走吧 快走啊 我不走 说不定 等一下还要继续陈述呢 我的小姑奶奶呀 你还陈述 你还陈述什么呀 你以为这是大学的课堂啊 你简直是疯了 小姑奶奶快走啊 我求求你们快走 陈书记让我给你送杯水来 谢谢 不客气 志强 小男朋友出来了 志强 他们在那儿 志强 怎么样 陈书记请你们进去呢 走 让我们进去干嘛 常委会啊 为咱们改议程了 请你们进去讲讲你的情况 讲我自己啊 嗯 就是一个小型的报告会 走 我不会做报告 没关系 就用你平时给我写信的口气 注意情真意切就好了 走吧 走吧 快点 毕阿姨 进去吧进去吧 来 陈书记 他们来了 请 那位是陈书记 好 你叫 葛志强 是不是 是我 旁边那位呢 我叫蒋毕城 是和志强一会干的 好好 是这样 来 来 志强 坐 坐 坐 是这样啊 刚才呢 我们一起看了一下报道和视频 你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领导 我叫葛志强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京市人 我们家三拜师工人 我叫你 是的 你急什么呀 坐 坐吧 永烈 咱们现在不但没有把葛志强弄倒 反倒把他弄成仙境人物了 这和你当初说的可不一样 这个当然不是我想要的了 这是葛志强邪性命好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一半的供货商都不给他供货了是不是 可现在怎么办 我人也得罪了 我连小娜的面都不能见了 打击葛志强是一方面 咱们的超市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两个场地不要了 先让葛志强多撑两天 走 咱们看一看咱们的培训人员去 走吧 别生气了 一二一 一二一 同牌抱歉 一二一 注意前欧队云 永烈 你老说培训培训 原来是军训啊 对 这种训练最培养人的服从性和纪律性 我们的超市只要开一天 就必须遵循这样的传统 可我怎么觉得 你觉得什么 永烈 你别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男人就应该经历点磨难 才能锻炼出自己的魄力 体力和勇气来 你说呢 一二一 永烈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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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烈 怎么样啊大年 永烈啊 怎么想出来的 累坏了这两天 受得了吗 有三个受不了的 让我给你演跑了 宁缺乌烂 咱们永明超市 就这样 一二一 先走了 哎 哎 哎 离大 来来来一块 对 一块 这 这 来 拍一张啊 好 来 一二三 好嘞 哎 行 得嘞 那我们的后续报道 就发表了 好 我们呢 已经经过班子研究 决定坚决支持百家超市 所以我们决定在 原租金的基础上 再削减百分之十 租金 我们再延期五年 作为我们响应号 找个支持下岗职工的一种态度 哎 志强啊 哎 我们领导班子也就过了 也决定继续支持百家超市 多谢王朝长啊 别客气啊 还有几家供卧商的呀 哎 人家也都是你 集体企业或者是私营合资 人家不管报纸上怎么写 知道吧 哎 不过没关系 咱慢慢炒 总能找到那些 好的便宜的顾客上 欢迎下次光临 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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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 这些个事情过去以后 你一直性质不太高啊 怎么会呢 这么大的事都解决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知道 你为什么性质不高 为什么 雷娜姐她 志诚 你怎么又这么说呢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好好干活吧 你看我跟你说的 这个 小乔 雷娜回来吧 我回来了 怎么样这趟 百货般的 百货 咱们做轻车熟路 明天就用提 好 可这回 你让我给你找这玩意儿 我可费大劲了 那怎么着啊 人家让你带多少 你给带回来了 我让你找这么一个 就这么难啊 你非得让我给你找一个大的 我上哪儿给你找这么大的呀 这么跟你说吧 我跑了好几家出关剧场 才给你弄回这么一个篮 行行行 找着就行啊 拿着我看看 别吹啊 嘿 不错 哈哈 带着也漂亮吗 嗯 哎呀 行啊 志诚啊 我们这超市怎么着 是准备卖这个毛绒玩具啊 哎 准备把你给扮成那个长毛绒玩具啊 给卖喽 哈哈哈哈 这我们家小公主啊 一凡六岁生日 我答应送给她的礼物 真行 哈哈 李娜 志强这人啊 仁义 这辈子 能有这样的朋友 知 嘿 你别跟这儿瞎扯行吗 哎 那个明天 不是后天 记住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值班 我们全家都出去玩去 好 我知道 哎 那我就先回去吧 回去歇着吧 好 再见啊 我走了 好 好 让我看看 嗯 行 给你 就就就就就就 妒忌死我了 这么好看的玩具 你怎么不送我啊 不是 这小孩玩意儿 你也喜欢 哎 一凡的生日会 我去不去啊 呦 这个这 我我这 正想跟你商量啊 你看吧 他这一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一看有点害怕 他这六岁生日啊 老头老太太呢 那就 想着一样出去 好好的快乐快乐 我怕你一去吧 他就又 哎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 明年 你跟他熟了 明年咱们一块 啊 跟你开玩笑呢 请不去我还不去呢 给你给你给你 呦 不许生气啊 哎 不许生气啊 不许生气 娜娜姐姐不许生气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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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切点刀吧 这第一刀啊 给你切 来 妈妈帮你啊 好 两三一 咱们坐 好 一块给谁啊 一 好 谢谢你 好孩子啊 谢谢你 一盘 让爷爷亲一下 哎 哎呦 你那胡茬那么硬 扎这孩子 扎吗 扎 这块给谁 哎 哎呦 好 谢谢一凡 谢谢 还有这块给谁 给爸爸 嘿嘿嘿嘿 好嘞 谢谢啊 不用谢 祝你生日快乐 哎 我的生日礼物呢 哦 生日礼物啊 嗯 那你得把这个眼睛闭上 嗯 嗯 啥 故意拖看啊 嗯 睁开眼睛 啊 真漂亮 谢谢爸爸 妈妈 妈妈 看 这个妈妈给我的 你喜欢是吧 嗯 那你不要听话啊 嗯 哎 哎 哎 好 哎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就好 来 给奶奶看看 对 过来 哎呦 真好看 哎呀 哎呀 喜欢吧 好看啊 好看啊 高高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你女儿六岁了 长大了 好着呢 燕燕也不做 放心吧 哎 您好 借电话用一下行吗 您是我们这儿的客人吗 对我住这儿 哦 那你打吧 哎 咱们这儿就是云山度假村吧 对这就是 哎 喂 您是总机啊 哦 算了 哎 哎 谢谢啊 不客气 这谁啊 这是 啊 这 你也在这儿啊 正好遇到呗 郭队 我不让你来你生气了 你故意追来呢 哎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 这小李凡还六岁生日 我见着你害怕呢 我的生日三天前就过了 不过三天前呢 你挺忙 我也挺忙 所以我就没提 今天家里人正好来这儿玩 我爸就提议 陪我补过一个生命 我就没有拒绝 懂了吗 葛志祥同志 哎呦我这我 哎呦我真该打我这是 我我怎么把你生日给忘了呢 我我年年都不忘了 这 这十三年里 你 每逢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给我记得信 想看吗 李娜 你好 每到今年的这一天 我都挺感谢上苍的 哎 别念了行吗 在这一天里 上苍创造了你 也让我懂得了 我这一辈子的幸福 和痛苦的所在 你 你别念了 李娜 我错了 我认错了 你没错 是我错了 哎呦我这盲昏头了 这 那这么这么 我认法 只要能露骨骄 行吗 算了 别算了呀 喂 这家里人都在外头吃东西 一块去吃点 不用了 我爸还在三天等着我呢 他们真的来 哎 小楠 你去哪儿去了 啊 你怎么不吃啊你啊 你看你看 这是怎么了 啊 呦 还生气了 这儿跟谁生气呢 没跟谁 你吃什么呀 啊来来来 吃这个 哎呦呢 我自己来 你看看这孩子 长这么大 还客气啥呢 就是 哎呀 来来吃这个 哎这个好吃啊 那个 您看看 这鱼 行吗 我们好像没要鱼了 哎 我说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哎 这强啊 你搞什么鬼啊这是 李叔叔 雅姨 我这不知道 您二位来了 这我弄条鱼 我谢罪了 您看这怎么吃 这红烧啊 还是清炖 啊 我跟你讲啊 葛志强 我们小娜娜对你可是没得说啊 就上次示威那件事 我到现在想起来 这头皮还发麻吗 哎呀 这这我知道别阿姨 这不是没腾出空来吗 这 我一直跟那个李大叔 说到时候啊 单请您一顿 谢谢您 那你坐下来一块吃呗 啊 坐下坐下 怎么着 葛志强啊 那个什么 我去把这鱼收拾了 好 谢谢 小娜 葛志强不错呀 你搞的什么名字 好好好 我生气了 牛鸣啊 看看这车 怎么样 哇 你小子要考上大学了 哥送你一辆 真的啊 上车 哥带你兜风去 走喽 车怎么样啊 有名 真棒 哥 你是不是说给咱们家换一大房子啊 房子啊 房子啊 车花钱就能买 房子上哪给你弄去啊 你没事下关系什么房子啊 咱们老说 这房子如果大了 到时候 就把燕燕姐还有伊凡都给接回来 哥 你别老觉得我小 其实说实话 我什么都懂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嘛老跟志强哥过不去啊 志强哥对咱们家多好啊 赵英明 我是带你出来兜风的 不是让你来气我呢 谁气你啊 我可没气你啊 臭小子 怎么了 我没觉得这馒头有什么不好啊 我也觉得它好 就因为觉得它好才有问题 你觉得它好 所以觉得有问题 不是 这听不懂了 李娜 你这什么夸粉啊 我告诉你啊 这燕燕馆的食品布啊 不是我夸 这原料 那B层买的都是最好的面粉 卫生上那没得说 我知道 就因为它好 你把它堆在超市里卖 才不尊重它 这我要尊重馒头 因为这是咱们百家的自由品牌 这不就是个馒头吗 这虽然是个馒头 但是你把它加上外包装 然后打上百家的标志 就会慢慢培养顾客 对咱们百家的忠诚度 这怎么怎么叫顾客 这还什么忠诚度啊 不懂了吧 不懂 这些忠诚度啊 是用某些产品来完成的 咱们超市的很多东西外面都有卖 可是一些自由品牌 比如说这馒头 顾客认同它买它 就会慢慢培养这些顾客 对咱们百家的忠诚度 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 因为咱们馒头特别好吃 是吧 人家就叫来买 烧在角上再买点别的 我的意思啊 馒头是小 牌子是大 咱们百家超市也没牌子啊 这牌子还得找人设计 我听说挺贵的呢 不是说这几百块钱 都能拿得下来的 这个logo啊 我已经设计好了 什么logo logo什么呀 就是咱们百家的牌子 你设计的 行 那明天 明天我就让毕丑赶紧去问 这要是全印的算盖上 就收会去 嗯 那 您有什么东西啊 我学习客套啊 李董 说实话我是比较有眼见 要娶了你我得省多少钱啊 是 同学们 现代企业的价值观 就是企业在追求 经营成功的过程中啊 所推崇的基本信念 及奉行的行为准则 那么 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呢 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我们归纳如下 我们归纳如下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告诉她 我告诉她 我告诉她就是了 燕姐好多东西啊 快来帮忙 谁打的电话 志诚 有人要请咱们吃饭 谁要请我们吃饭啊 好啊 赵永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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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何故 好啊 离婚 嘿 我станов了 什么愚蓝 我去换去 有这么做 离婚语 来了 片子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 不过 吃不出什么大天去 小姐 小姐 你在啊 智良 怎么刚回来呀 不是说好下个就回来对账的吗 后话好吗 小姐 我想求你的事 说 你能不能跟我歌伤了什么 我想预知下个月的公司 你要预知工资 干嘛用啊 我就想买几件衣服 智良 你是不是看上什么女孩 要打扮打扮 小姐 还是你聪明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那是好事啊 你哥要是不预知你 我借给你 谢谢你了 智良 你坐 智良 你说你哥为什么同意 让燕燕和志纯到赵勇丽家去吃饭啊 不会吧 有这事啊 赵勇丽和咱们 可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啊 先不说什么敌不敌人的 你觉得你哥 什么时候才能从赵勇刚死的这件事里 走出来呢 这个可不太好说 那你觉不觉得 如果是燕燕和她的孩子在 你哥也许这一辈子都争夺不出来 当然有这个可能啊 我先看上去 吃了这么多的山枝海味 还是咱妈做的菜最香 来了 去开门 好 沈子 一帆来了 来 一帆 快进来 快 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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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进来 快 走 来 一帆 来 一帆 还记得叔叔吗 你小的时候啊 叔叔还抱着你逗你玩过呢 一帆 叔跟你说话呢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别别别 孩子不熟嘛 是吧 一帆 来 叔叔送你个小礼物 开门 我有 爸爸送的 大老师 你 他老是管了志强叔叔叫爸爸 让他改 改了好几遍也改不过来 这怪不得孩子嘛 这是人家志强家把孩子带大的 他跟志强熟 是吧 灯灯别提那个 丽雅 你是永刚的弟弟 我 不管怎么说 我比你大点吧 说几句话你别介意啊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志强在照顾一帆 别人家孩子有的 一帆有 别人家孩子没有的 志强哥想办法也会给他 所以这么多年了 毕城里的孩子 只有好没有不如的 你呢 也就别 先别说就行了 先吃饭吧 对对对 吃饭吃饭啊 吃饭了 来呢 来 来 快坐下一番 乖啊 你怎么不吃了 我不饿 你吃吧 你这老太太的心思 我知道 一帆是咱从小带大的 没离开过身 他这一走啊 我心里没找没落的 我也不吃了 你说这一帆跟咱也不是一个血脉 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就跟亲人似的啊 成天爷奶奶爷奶奶围着身边转 这冷不惊听不见了 你说这赵家会不会不让他们回来呀 不可能吧 坏年的时候 他把两个人扔给咱们 这生活好了 他又想接回去 我看赵家再缺德 也不会这么缺德 就他们赵家 难说 兴许啊 他就憋着这个坏呢 那怎么办 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这刚去就打电话 等一会儿吧 喝吧 今儿志纯怎么来呀 这 这个 您让我怎么跟您说呢 其实志纯真是个好孩子 我也挺喜欢他的 你看 这闻闷静静的 也不闹 也不胡来 那您要 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跟您说两句 志纯 不用你说 志纯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可是我觉得 你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他 他跟我说过你们走的那件事 他其实当时挺犹豫的 可是他觉得你失去了哥哥肯定特别痛苦 他觉得你特别可怜 所以想陪在你的身边 想帮你分担一点 我傻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知道就好 反正志纯对你那是没得说的 一帆 一帆 吃菜 菜好吃吗 不好吃 一帆 奶道菜不好吃 都不好吃 我在家白天都能喝奶 奶奶说喝奶才健康 喝奶补钙 个子高 心里才能好吗 咱家有奶吗 咱家没订奶呀 明天就订 订十份 好的 妈 咱走吧 我待会儿要睡午觉呢 奶奶跟我念故事的时候 昨天刚念到小孔孟叫门 妈 有什么话你快说呀 别绷着了 哦 叶叶 我又跟你说件事 永利呢 有一个朋友 是研究所的 有个三十一厅 可他们全家人都出国了 那房子空着呢 永利呀 就把他租下来了 想让你带着孩子 来陪陪我 是这样 我一下子 交了几年的租金 是为了让你们住起来 像自己家一样 不必租水 别看孩子了 孩子跟小猫小狗是一样的 刚开始兜闹 过几天都好了 难道住高之楼 还比不上你那个破房子吗 沈子 我先带孩子回去睡午觉了 爷爷 尽快给我个信啊 谢谢了 快去做 Conservat 走 mour 走 走 叔兄 我回来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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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奶的喽 我想死奶奶了 奶奶 快 我要吃饭 你们不是去吃饭吗 怎么没吃 一方说他们家怎么好吃 这就对了 奶奶就知道你不爱吃赵家的饭对吧 奶奶给你焖了排骨 可软和了 奶奶给你热去 她喝奶了吗 等着 来 我的小公主 让爷爷看看 凉不凉 不凉不凉 来来来 喝我奶吃饭 奶奶给你热饭去 喝吧 叔 我上班去了 快去吧 你在家乖乖听话 喝吧 喝完了 我跟你说啊 往后啊 当这一帆还有艳艳的面 少说的没用的 怎么 这一帆一天比一天大 一天比一天懂事 大老啊 早晚回赵家 他就是想回 我也不让他回 你更是糊涂啊 你刚才没看见艳艳脸色多难看 听你这话 心里头别扭 行了啊 每个成功的伟大人物 都被三种激烈的感情激发着 推动着 他们是 爱 恨 和死 死亡的恐惧 让人拼命地争取成功 成为历史上的不朽 而爱往往能激发出创造力 超人的体力和智力 继续读啊 而最为不幸的是 仇恨往往是很多人成功的心理动力 如果沉寂思寒 明天 你先收去吧 坐 怎么 办公室还有人读书啊 你不是平时总叫我读书吗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成功人士的心理基础 超市的进货情况怎么样 差不多了 进货商基本上都已经签约了 只要等15天的军训一结束 咱们的几家店铺同时开业 永烈啊 这么多家店一起开 战线拉得太长了 我有点担心 没什么好担心的 难道要一家一家的开啊 要闹垮葛志强 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要开就铺天盖地的开 我要让葛志强知道 什么是现代化的超市运作 永烈 你不要老想着葛志强 现在国外的超市 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占有了脚跟 并且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你还得考虑跟他们竞争 而且我爸也说了 你不要着急 要稳扎稳打 这么多家超市一起开 一定会面临许多问题 你才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明天你就放心吧 这些事情就不要你操心了 最近好好休息一下 做做面部保养 等超市开业的那一天 你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出现 因为什么 你是董事长 嗯 好 那我去啦 嗯 给您钱 好 那我去吧 喂 何日良 别冲动 如果顾客看见超市里总是大 那打架不太好吧 百家不怪你 出去 放心 我不会买你们百家一分钱的东西 那就滚 我找葛世强 他不想见你 谁说的 他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我 志强 志强 见着我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你不是说跟我这儿 谈谈家里人的事吗 我就直接说了吧 我想把朱燕燕跟一凡接到家里来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又没有坏心眼 又不能给他们卖到山里去 我们是一家人 从前困难的时候是你帮着他们 我谢谢你 现在我应该尽我的职责去帮助他们 表个态 你又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妈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想我哥 我做了